大家好,今天是8月9日 看看水的情況 昨天有些北水流入 之前一夜有北水流入 如果將這兩個北水加起來之後 似乎總流量多了一個波 這個需要留意 總流量波座 因此在平均數上升了 再不是日升,日入日出,日入日出,日入日出 這是留意 對港股來說,基本上是利好的 如果明天又再有流入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港股應該明天是升的 我意思是今天又再有流入 應該會升的 似乎好像有些跡象 今天也是有水流入 那我們看看那個 那個是 旗子先 阿未看旗子 我們要看看 那個是 今天這個版塊 這個版塊裡面來說 醫藥股內是升了的 因為今天很多醫藥股 有些好消息 就升了酒店休閒 那些 那些沒什麼所謂 這些很小小小的 零售 小小小小的 電信服務 運輸 房織 香港現在還說房織 很小小小的 石油天然氣 一向都是在上面的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我亦都說過 就是不要看蕭若石油天然氣 應該要經常是有 起這裏的範疇 不是起這裏範疇 少起這裏範疇 當然有些有一兩日下來 這些算數 但是多些成本 都是起上面這裏 是升的範疇那裏的 暗流在這裏 地產起這裏 那即是說 今天的市 都比較上是 不可以大展權角的了 那我再跟著看看 過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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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看到了 綠色的比較多 那即是說 好像 騰訊 理想汽車都跌了 終於是 後波 這個 螢複基金 螢複基金 如果是螢複基金 螢複基金 如果是螢複基金 有些人在估計 南方基金等等 再其次 就是 這個 衡生中的企業 在這裏 也好像不太好 不過我等一下 又介紹一隻 中國方面的 ETF 的東西 順達生物 這些都是升的 這些是醫藥的 康熙樂 順達生物 這些是升的 所以為何今天 醫藥版塊又好 好了 我們看看 旗子 旗子 真的不好了 跌穿了 布里加通道 中族之外 繼續往下 來到這裏 你看到它 好像就是 咦 看過往的東西 到這裏 又是跌穿了 布里加通道 中族 一個紅竹 不過呢 就是 上面的 扔下來 是大 所以這裏 翌日 彈上去之後 之後 都是下回 這裏 那會不會是 這裏的走勢呢 會不會是這裏的走勢呢 大家就需要是 留意一下 這個框框裏的走勢 現在會不會走這個 像這裏 這樣 所以這點 大家留意一下 會不會是歷史 重複 幾次的 那一直都是講 現在來到這裏 是一個的 是雙型的走勢 所謂的 是長方形走勢 就是 升啦 跌啦 升啦 跌啦 都是 即是說 走不出這個 是長方形的走勢入面 好 我們再跟著看看 我們今天 有些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那第一隻呢 是中國石油化工 中國石油化工呢 這幾天都有資金吸納巨的